请收看 汇率法师 冯雪讲座 死了的人嘴巴没办法讲话 死后世界究竟如何无人无从得子 我们没办法知道 但是就临床上已经被宣布死亡 其后又复活的实力那是太多了 中国也很多 去见阎罗王再起来的 那不只是佛经记载 法院诸林也记载 有道轮回 包括那些死时都有记载 不只是佛经 人死后去见到阎罗王 再回来或者见到他的祖先再回来的 那不只是佛教 包括外国人都有这些记载 简单讲 死亡的这个 再回魂的这个事情 绝对不只是说中国人而已 全世界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回来这样的经验都差不多 就会看下去 男就临床上已被宣布死亡 其后又复活的实力可列之一二 美国在七零年代 初期就有协则 库布勒 罗斯 跟雷蒙 姆地 将冰死体 冰就是接近 冰死接近 死亡 体验 四位一门学问 进行研究 综合 近两百件案例 可发现有数项情况 普遍出现在 冰死体验中 按发声 先后 余序为 他就有次第的 被宣布死亡后 听到永久难忘的杂音 就是吵杂声 很吵杂声 有的是恐怖声 恶业陷阱是恐怖声 有的是吵杂声 吵杂声 再来 是快速通过黑而长的隧道 这个就是灵魂要脱了 要脱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要眼睛 眼睛 要从 我们灵魂要从眼睛出来 那么这个神是 他会集中起来 光圈 集中起来 然后 对这个眼睛来讲 他是一个 一个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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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说我们是 往生极乐的话 就不一样 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如果我们人 是一个由光的能量 所聚合体的 如果一个人 他对净土有信心的时候 在灵魂中会见到什么 他也是一样 见到 这个光体 现在他的身体 从这顶部 他的顶部放光下来 这顶部放光下来 西方三圣就在上面 如果是下品 下品的 那么就是观世音菩萨 大师子菩萨 如果是下品上身的 西方三圣就现前 那么有的是天人先现前 有的是天人先现前 他行善行的很多 一直不失 那么一直念佛 行善做的很多 他从来不恶口 不回邦三宝 不杀生 然后不欺账 不欺垮 种种 然后他一出来的时候 就天人 持这个同观 接引着他 接引着他 那么如果是往生极乐世界 他一见到自己 那就自己坐在莲花 缓缓上身 缓缓上身 上面的光 一直照着他 一直照着他 缓缓上身 一直缓缓上身 一直缓缓上身 我告诉诸位 如果 如果出家在家也是一样 如果你很有幸运 很有福报 寿命够长 你一定要记住 你在 觉得 已经差不多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这是我给你建议 二十四个小时 在这个 在这个 以前 你一定要把你的财产 处理的差不多 留一些现金 万一 万一人家不消失 我们还有现金 留一些现金 你一定要用一年的时间 全力以赴 拜佛 念佛 其他什么经典 通通不要 不要送 拜佛 念佛 拜佛 念佛 观想 拜佛 念佛 观想 拜佛 念佛 观想 如果你有加上咒语的话 就毕竹真那佛咒 再加上 拜佛 念佛 观想 拜佛 念佛 观想 二十四个小时里面 你就准备死亡 就听 听师父的话 百战百胜 一百个人 绝对没有一个不往生 就是你做的五逆十二 通通可以灭掉 二十四个小时 一知念佛 简单讲 你已经年纪大了 或者是你生病了 你经济上也可以的 你也觉得你一年俱足了 你就要找一个地方 一年从头到尾 放下 也不要去见什么亲人 也不要来往 也不要打电话了 就放下 然后随时跟灵友保持 联络 万一有什么状况 可以去祝念 一年 决定是上篇的 上篇的 快速的通过 黑个长的隧道 再来 发现自己 脱离这个色身 你看到自己的身体 有修行 一天到念佛的人 持座的人 行善的人 你会看到你的色身 放光 再来 变成旁观者 这时候你就看到 你自己的尸体了 这时候你就看到 你自己的尸体了 再来 观察医师 对自己色身 实行急救措施 这是一般人 送到医院急救的状况 可是 我认为 如果 知道 一定会死亡 我认为不要送医院 实在没办法 当然能救 还是要救了 不能救 实在是放弃 放在家里 尽量 尽量祝念 再来第四页 注意看 其他灵魂出现 为什么能够 其他灵魂出现呢 因为贫力 接近相同 贫力相同的人 已经出现了 贫力相同 已经出现了 其他灵魂出现 就表示啊 你的贫力 跟他相同了 一温许和蔼之灵魂 就表示光之人了 一个和循和蔼的灵魂 助他回溯一生的经历 回溯一生的经历 定定其自我评估 你的一生一世自我评估 所以这个时候最怕是自卑感 在佛经里面讲啊 在灵魂中 这个时候最怕自卑感 一直讲 我不会往生 我恶业照得太重了 我念佛念得太少了 不 你一定要这样想 张善和杀生 杀牛一生一世都可以往生 我还不到这么严重 那个照五逆十二的 佛都要救了 何况我一生一世 没有这么严重 你要给自己信心 给自己打气 你不能一直讲 我不能往生 我不能往生 那佛陀已经在你面前现墙 那一直自卑感 敌命中最怕的就是一直 一直讲自己不能往生 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 我们一定可以往生 并令其自我评估 发现自己在尘世 与来世的交界处啊 你就想 佛陀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 十大愿王 乃至十念 若不生 这不取正解 这是十八大愿里面的第十八愿 乃至十念 若不生 这不取正解 他发十大 十八大愿 就这个愿 灵命中失恋 你要坚定到底 这样就可以到连池海汇去 最后再来 被判定死其未到 因为他有在回来嘛 啊 被判定死其未到 应回到 应回到城市去 再来 这个灵魂 重新跟色身结合 恢复意识 这个是所有死亡 再醒过来人的经验 的共同点 都是这样子 几乎所有体验者 都认为 冰死体验 乃死亡过程的一部分 自己在 中途即往回走 若非如此 必然会这么死去 就这样 啊 就死了 以中途往回走 嘿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台北有一个 有一个小男孩 死了几天 那时候 那时候 我 我没有 没有学佛 我们小孩子都 都会这样子 在讲 哎 他说 哎 你学长 什么事 我跟你讲一个 他说 你那前几天 忽明的时候 那情况怎么样 好一点 他说 我那时候忽明的时候 我走走走走走 走到很暗的地方 突然发现有光 我就在继续走 继续走 继续走 嗯 大家都不理我 我后来 看到 看到我 看到我的祖母 我说 那看到你祖母怎么样 我的祖母拿了一只拐杖 很重重的 敲 敲我一个头 他说 你这么年轻 跑来这里干什么 就打了 哦 我好痛 我一直拼命的跑 一直拼命的跑 突然醒过来了 家里的人说 我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了 这是 这是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学佛 就听到这个例子 他的祖母啊 祖母乖呀 你知道吗 阿嬷卡塔金派呀 哎呀 就打了 这个地方 哪里是你来的 这么年轻 这么小 你跑来这里干什么 哦 我就打 打得好痛 一直拼命跑啊 阿嬷在后面一直追啊 一直要打 一下子跌倒了 醒过来 死亡的经验 死亡的经验 还好 又回扬了 回扬了 啊 阿嬷卡塔金派呀